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受到封面前缘的一些云层的影响 而在台湾本岛部分北部多云 所以阳光还是有从云风中露脸 但是有一层薄薄的云层通过台湾上空 而现在气温30度 中部地区在30度的阳光露脸 南部地区可就天气晴朗 刚刚高雄侧站之前有测到32.5度的高温 而在东半部地区现在是云层量多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到云层的发展 北边在长江流域 从中游到中游一直到下游这一段 水气的发展开始非常的旺盛 最重要这里开始有一道封面云带形成了 封面前缘的一些云层 有接近到台湾北方的海面 今天的一大早 北部的朋友感觉到好像有雷声 最主要就是有一些对流云层 刚好通过北台湾 桃园以北的上空 零星的一些云层通过 所以局部的降雨状况出现 不过真正云层这个要接近的时间点 要到周三的晚上 也就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封面往南移动 水气结构发展比较完整 相对的从周三的晚上开始 到礼拜四的中午之前 就有局部性的真雨或类雨 只有北部 中南部仍然是属于好天气 但到了礼拜四晚上以后 水气带走了 天气好转了 礼拜五开始呢 整个又是西南风上来 温度又偏高了 那这个周秋假期可就高温而炎热 接着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可以看到 一个微弱的封面带 已经在台湾的北方的海面上 但是最主要的水气发展 目前仍然还在长江流雨 那我们来看什么 看看温度呢 先注意到 晚上的温度状况舒适 白天的温度状况是闷热 户外活动记得要多补充水分 阳光强 外出防晒工作不能少 现在大概15分钟 皮肤就会晒伤哦 所以呢 紫外线指数已经开始明显的增强了 南部地区的高温和一样 到达32度以上的高温 东半部是早晚云层多 白天的时候阳光都会露脸 但外岛地区要注意哦 雷雨状况在马祖有 金门跟马祖在晚上 都有浓雾的现象 提醒大家 在天气状况来说 现在目前呢 中午的温度是比较偏高 户外活动记得要补充水分 小心不要中暑咯 我是戴力钢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 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